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射圓 這個圓,他方程是這個 比這條直線交於A,B 兩點 而且A,B長度是4 那麼他要求K的指南 首先我們先把圓心找出來 圓心在那裡 就在那個 這個 這個 除以2以後加5號,這是1 除以2加5號,這是-1 這是圓心的位置 然後這半徑,半徑等於多少呢? 半徑R等於多少 就等於,因為這個 D跟1都是偶數 所以我可以帶這公數 二分之D平方 二分之D就是-1 V的平方是1 加2分之1的平方是1 1平方 減掉F 減掉F 就是加7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9 根號9的話,這是3 這是3 這裡是4 所以切一半 所以這裡是2 這距離多少? 這個距離就是根號多少? 3的平方9 9 減掉2的平方是4 所以是根號5 這一段是根號5 也就是說圓心 到達直線的距離是根號5 也就是說 根號5 等於D 等於多少呢? 根號2的平方加1的平方 這一點帶進來 2乘1是2 減1加K 那這樣的話就是K加1 取決S等於多少? 等於5 那這樣我們就曉得K 等於多少? 等於負1加減5 等於多少呢? 5減1是4 負1減5是負6 所以4或負6 所以就得到 把它帶進來 所以得到這個直線 就是2x 加y 然後呢 加4 等於0 或者 2x 加y 2x 減6 等於0 兩種可能 因為一條在這裡的話 另外一條就在這裡 這個 這個東西也是4 一條在這裡 一條在這裡 所以答案有兩條 就是多少呢? 就是這個 它是要求K喔 那K的話就是4 4或者是負6 所以答案是4或負6 那是4 4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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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